史上最短階言令解除 執政的國民力量黨代表韓東勳 周三一早緊急召開會議 要求總統尹錫悅退黨 尹錫悅請假神隱身邊幕僚 卻紛紛請辭 政府部門接連召開緊急會 從軍方指揮官會議 到經濟部長級會議 就是為了穩定民心 一夜之間尹錫悅的支持率 只剩百分之十七 他宣稱戒言是為了 剷除清北韓勢力 一意孤行 背後恐怕還有其他原因 外界推測尹錫悅決定 戒嚴的關鍵是在野陣營 持續掌握優勢國會 阻擋各種預算 還接連發動二十二次彈劾案 憲政秩序大亂 加上尹錫悅愛妻醜聞纏身 一氣之下大翻桌 共同民主黨宣布 要對總統尹錫悅 行政安全部長李祥敏 以及國防部長金永賢等 三人發動彈劾程序 更計畫以內亂罪告發 隱錫悅與兩名政府部會首長 地編新聞總和報導 南韓總統隱錫悅三號 晚間突然宣布戒嚴市區出現 大批軍隊 雖然短短六個小時就解嚴 但突如其來的戒嚴令 全國陷入混亂 回顧南韓上一次戒嚴 已經是44年前 大統領 大統領 1980年五日八 時候 大統領 1979年10月26日 大統領 當時 대통령 作為後 全國 被強化 適當 被強化 上昇 1987年 民主力 後 初期的事件 整體 之後1981年1月解除 期間發生了雙十二政變 光州民主運動以及五一七政變 電影首爾之春劇情背景 就是描述戒嚴期間的雙十二政變 軍隊大規模鎮壓造成嚴重的死傷 是韓國人民心中的痛 另外還有這部 計程車司機幫助採訪的記者 歷劫歸來背景正式全斗患發動的 五一七緊急戒嚴 大韓民國1948年成立 至今發動過超過十次戒嚴 這回來2024影視月的六小時戒嚴 也讓韓國人民再次踏進歷史課本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南韓士兵破窗闖入國會 這門口被堆高的辦公桌椅擋死 唯一是門被捅破 滅火器散落一地 這戒嚴令來得令人措手不及 當界嚴令生效 國會大樓外加派大批警力助手 居方直升機在首爾上空盤旋 士兵闖入國會控制現場 示威者聚集門外高喊口號抗議 群眾尖叫聲劃破黑夜 反對派人士與警方爆發肢體衝突 場面失控陷入混亂 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主席李在明 緊急呼籲國會議員趕往國會投票 李在明率先爬過國會圍牆 其他議員緊接在後一群人當街上演動作片 搶在第一時間投票解除戒嚴令 僅維持六小時的戒嚴令解除 國會外人民拍手歡呼 打算找尹錫月秋後算帳要求他下台 還傳出總統辦公室主任首席秘書等重要幕僚 不認同他的舉動選擇集體辭職 沒想到尹錫月隔天直接請假 但共同民主黨可沒這麼容易放過他 預計最快周三就要發動彈劾案 施壓要尹錫月辭職下台 在南韓國會投票表決通過取消戒嚴令之後 南韓總統以錫月出面表態尊重國會意見 將召開內閣會議解除戒嚴 時間倒轉到周二晚間 以錫月以剷除清北韓勢力 守護自由憲政體制為由 吳玉錦在晚上十點十四分 透過電視直播宣布進入緊急戒嚴 十五分鐘後 軍方下令凍結國會運作 在二十二點五十分 戒嚴司令部頒布第一號戒嚴令 除此之外戒嚴令還包含禁止罷工 所有罷工的醫護人員包括居民 必須在48小時內返回工作崗位 普通公民因採取措施減少 對日常生活帶來的不便 戒嚴군은 폭우령 발표회에 이어 곧장 국회 진입을 시도했습니다 진입을 시도하는 계엄군의 보좌관들이 소화기로 맞서면서 한때 긴장 수위가 높아지기도 했습니다 到了晚上二十三點三十九分 尹錫月發表第二次電視談話 簡稱戒嚴是避免國家滅亡的必要之舉 二十三點五十五分 過半數的國會議員成功突破戒嚴軍封鎖 進入議場準備召開緊急會議 並在凌晨十二點零四分 一百七十二名在野黨議員 和十八名執政黨議員 以一百九十比零的票數 一致性通過廢除戒嚴令 尹錫月則是在凌晨四點多過後 宣布戒嚴 但是尹總統昨天晚上在宣布的時候 並沒有發布任何的配套措施 而且多數的部會首長和執政黨的 國會議員都不知情 這場前後經歷六小時 史上最短的戒嚴成為 尹錫月的政治豪賭 下一步要面對的就是不分朝野 要他下臺的逼宮壓力 TB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正訪問非洲安格拉 被南韓總統隱錫月突發戒嚴令 殺得措手不及 根據華府消息 截至四號中午為止 拜登跟隱錫月還沒通電話 紐約時報指出 這是美韓同盟數十年來最嚴酷的考驗 對於國際反民主浪潮下 推動全球民主外交的拜登政府 更是諷刺 很快的尹錫月宣布解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聲明 歡迎尹錫月總統在南韓國會否決戒嚴後 依憲法撤銷戒嚴令 期待政治分歧 依照法治和平解決 重申支持基於民主法治原則的 美韓同盟 當然不只華府嚇一跳 所有當地的華人也很詫異 會嚇一跳 沒有什麼擔心的 因為我們還是一樣的會做我們的事情 一夜過後 南韓國會外頭還聚集示威者 社會運作逐步恢復正常 沒有在線武裝力量 TV新聞綜合報導 南韓總統尹錫月在週日晚間宣布戒嚴 雖然短短六個小時就結束 不過已經造成金融市場的波動 但是我們看到在今天早上 韓國股市已經恢復到2500點 還好是一場虛晶 週三韓股雖然一度錯約2% 但隨後跌幅收斂 在2470點附近徘徊 最大全職股三星電子一度下跌3% 而戒嚴消息剛傳出時更造成動盪 尤其大多數在美國掛牌上市的南韓公司 股價都跌 部分韓國指數ETF一度狂蟹7% 但宣布解除戒嚴後收斂至1.59% 三星ADR一度跌至855美元 中場下跌3.3% SK跌約2% KT超過3% 韓國股市其實今年以來表現就不是很好 那再加上這個政治的一個動盪 短線呢 韓國股市目前來看的話 似乎也看不到有一個這個很好表現的一個空間 週二晚間韓元兌美元一度崩跌2.7% 創兩年來新低 但在解嚴後紐約尾盤收斂至1.6% 而中三開盤以1418.1韓元開出 上漲15.2韓元 直扁反彈 而台股則是隔岸關火不受影響 開盤23126點 最後再漲破百點 台積電開盤就衝到1065塊 最高來到1070元 分析師也提醒 韓國經濟若受衝擊 台灣可迎來熱錢避險 還可帶動半導體業轉單效應 面板 記憶體以及晶圓代工 特別是在高階晶圓代工的一個部分 這個貨有轉單的一個機會 但是這個必須建立在韓國政府 是長期動盪的一個情況之下 還是要留意外資避險情緒 牽動台幣匯率和期貨價差 進一步影響市場 TBC新聞 張慧仙 台報道 美聯社在首爾的記者 開頭就用震驚來形容 各大外媒通訊社 紛紛以韓國總統宣布戒嚴令 做即時報道 南韓距離上次戒嚴並不遙遠 根據韓聯社報導 紐約時報認為 就是自1980年代軍事獨裁結束以來 首次宣布戒嚴 華盛頓郵報指出 韓國總統宣布戒嚴 壓制反對黨 路이터통신은 윤 대통령의 발언을 속보로 잇따라 내보내고 1980년대 이후 民主적이라고 여겨온 韓國에 큰 충격파를 던졌다고 보도했습니다 民主國家沒戰事 卻宣布戒嚴 相當罕見 日本共同社分析 임習越總統 似乎有一個目的 要克服他的第一支持率 並引述日本官員表示驚訝 美國CNN 英國BBC的媒體 更及時找專家對談 韓國宣布戒嚴的消息 也登上中國大陸 搜尋引擎百度的第一名 從戒嚴到解嚴 短短六小時 世界各國密切關注 韓國局勢 TV新聞綜合報導 就快接近年末 韓國各大頒獎典禮陸續進行中 喀斯紛紛公布 但是K-POP粉絲們聽到韓國緊急戒嚴 當下真的傻眼 我什麼都不擔心啊 追星女子 擔心還能不能追星 緊急戒嚴發布當下 還沒報導 像是HYPE JYP YG等等大型娛樂公司 都通知洗下藝人 不要參加任何活動 MBC的綜藝節目 去鄉村的李章宇 還有Radio Star 則是宣布四號緊急停播 另外90年代知名歌手李承環 原本四號五號要開個人演唱會 第一時間得知要戒嚴 馬上宣布取消並全額退廢 明顯到貼文發出沒多久就解除 李承環再次發聲重啟 並寫下很抱歉 給大家帶來混亂 昨天也有很多很多的藝人 他們也是透過他們的SNS 去罵了韓國的總統 可是其實韓國的那種 尤其是三大四大 在那裡面的公司的藝人 他們是絕對不敢說的 像是主持人許志雄也寫下 我現在真的再也無法忍受了 資深的日夜演員金基天 也上傳新聞畫面 並呼籲不要駐軸為虐 另外英雄聯盟賽事中華隊 也剛好在韓國要打比賽 目前一切照常 粉絲也關心正在當兵的偶像 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延長兵役 夜演這件事情只要超過了一天 只要超過了24個小時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變得 非常不一樣 只是昨天的話 大概不到三個小時之前 就已經結束了 不過現在看起來 南韓的娛樂圈 產業動盪 暫時還不大 TV也是 明明正樣 次明明晚總好報導 今天的頭條重磅焦點 就是南韓史上 最短的戒嚴 六小時戒嚴之亂 那麼繼續下來 這段時間 我們要透過 特約記者楊潛豪的說明 一起來看看 昨天晚接 一直到今天凌晨 南韓到底發生什麼事 要請教潛豪 南韓總統影席月 因為不滿在野黨多次彈劾 昨天晚間是突然宣布了戒嚴 那麼最後是被國會議員 投票否決 所以六個小時之後 尹錫月再度的宣布戒嚴 這一場的動盪 其實讓全世界也高度關注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把時間交給楊潛豪 好了 浩靜姐和各位TVBS觀眾 大家午安 這個主要的理由 還是在於 最近南韓的進步派 在野陣營持掌的多數的國會 和尹總統發生了許多摩擦衝突 因為在野陣營在這之前 以不適任 還有操守有問題為由 先後把放送通信委員會 相當於台灣的NCC 把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給彈劾掉 另外還以 把原本就已經以這個妨礙 國會調查還有毀損 獨立公正為由 預告要把這個 監察會員和中央地方檢察廳的廳長 也給彈劾掉 同時也預告說要強行的 刪減這個預算 那尹總統認為這是在野陣營在無理取鬧 但是在野陣營的主張 尹總統用人偏頗不公 而且有行為都有出現重大的瑕疵 並且針對自己和周遭的人士和官員任用 都涉入了很多的這種案件 檢方都不願意仔細的調查 因而就以彈劾還有刪減預算來作為報復 那尹總統非常強烈的指責 這一些反對勢力是跟北韓相勾結 企圖在從事顛覆國家的這種運動 要來顛覆這個憲政體制 而尹總統為了要 他自己主張為了要守護這個秩序 所以才決定要發動戒嚴 尹總統昨天是在晚間的10點25分 透過電視演說發佈戒嚴的 然後10點25分演說之後 11點就生效了 這時戒嚴軍已經進駐了 位於首爾如伊島的國會議事堂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有士兵 有軍人直接用槍 搗毀國會本會議場建築物的玻璃窗 然後直接進去議場裡面 一度和議員對峙 另外在國會的上空也可以看到 有直升機不斷的在盤旋 不過國會內幕其實已經有員工 許多的員工和黨工都已經緊急的 就像台灣當時在318學運的時候一樣 緊急的用大批的桌子椅子 或者是各種的障礙物 把通道給堵塞住 使得戒嚴軍沒有辦法進去議場裡面 共同民主黨黨籍的國會議長與原職 早先已經緊急的呼籲國會議員前來議場 他們當時也發了簡訊給我們 要求國民希望可以盡可能的保持冷靜 然後靜待國會的決定 這些國會議員也很快的集結 避免戒嚴軍斷了他們的去路 這些總共有190個國會議員 就快速的在凌晨1點10分的時候 在國會表決通過要求解除戒嚴 由於南韓的憲法有規定 如果國會表決通過這個戒嚴的話 總統是不可以不接受的 國會通過這個決議案之後 在場內外的戒嚴軍都 慢慢的都先後的撤手了 其實從戒嚴令發布之後 在國會的議場之外 國會的議場之外 正門之前就已經有大批的南韓的民眾 他們都不顧說會不會有人身安全問題 都直接的決定集結 先來這邊抗議到國會 通過表決之後 仍然都還有1000人 1000位民眾在現場發出他們的心聲 而且他們的口號 一開始是要求尹總統要趕快的撤除戒嚴 到後來也變成尹總統下台 我們來聽聽 我昨天今天凌晨在現場所拍攝到 我們來聽聽他們這個民眾的心聲 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民眾都非常的 熱血沸騰 然後再要求 這個尹錫越總統應該要下台 那在拍完這些之後呢 我之後又進到了這個國會裡面 當時包括共同民主黨在內 南韓三個主要的在野黨 真的是每小時都跟我們記者說明最新的開會進度 而且表示這個尹總統宣布戒嚴 因為沒有事前召開國務會議 而且其實據我們得知有很多的政府官員 甚至連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都不知情 顯示尹總統很可能是獨斷決策 那這樣子不僅有違憲的成分 還可能已經觸犯了這個內亂罪或者是叛亂罪 因此在野陣營就已經醞釀要彈劾尹總統 而且要求相關機關應該要趕快的 對這個事件展開調查 最後尹總統在凌晨的4點27分 又再透過電視演說宣布戒嚴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觀察到 大多數在國會的南韓記者同業 大家都對尹錫越總統宣布戒嚴 都覺得莫名其妙 那另外一方面在龍山 龍山總統府這邊甚至一度是不讓 駐守總統府的記者們入內的 所以很多的記者就只能在外面哭等待 但發布戒嚴的這幾個小時 雖然戒嚴司令部有公告 不得展開任何政黨或者是政治活動 然後也不能夠從事任何的集會示威 而且媒體也得受到戒嚴司令部的管控和檢閱 但是這些其實都沒有被落實 民眾依然能夠在現場很自由的行動 那媒體也仍然這個鏡頭都可以對著這個戒嚴軍拍攝 戒嚴軍也並沒有和民眾或者是記者爆發衝突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真的是一個非常奇妙 一度充滿肅殺氣氛 但整體人也有相當異常平和的戒嚴六小時 的確其實我們知道 錢豪從昨天晚間應該是我們台灣時間11點多 你們那邊大概10點多 發現了這樣一個戒嚴令 那麼後來是戒嚴了 我們知道你從凌晨三四點一直到現在包括了突破了這個進到了國會去 然後也聽了記者會 其實大家很關注到底南韓發生了什麼事情會影響到南韓的震驚局勢 我們鎖定到的是在南韓的股市 今天是維持正常交易的 那麼剛剛看到了在南韓的股市的指數 跌了1.8% 其實韓元也扁 而且扁的這個幅度其實相當大 韓元對美元的會價大扁2.7% 已經是從2009年來的最低了 所以有些南韓企業是在 比如說在美股掛牌 其實這個股票也中錯了 震驚局勢不穩定 接下來對於南韓的經濟會帶來哪些比較立刻的衝擊 你的觀察 請好 好 其實我們今天就已經預料了 一旦戒嚴必定會為情勢帶來緊張感 這是無可避免的 而且會影響到投資人的信心 那這點就是從今天的股會式反映出來 這個比較早登場的外匯市場交易 韓元對美元 剛才浩婷姐有提到 在昨天戒嚴一宣布之後 立刻貶值了2.1% 這是近兩年來的最低紀錄 另外在今早 早上韓國綜合股價指數 也就是COSPI 一開盤就下跌了1.97% 盤中更一度最高跌到2% 但是目前其實業界評估說 這樣子所謂的跳水 應該不會維持太久 但是如果往後 往後會有一個問題 會有一個變數是 如果說到最後演變成 統統彈劾的話 那不確定的因素會變得更高 而且時間會拉得更長 這樣子就會更影響到投資人的信心 股會式的波動影響的時間也會變得更久 當然對於金融市場就不會是好事 特別是現在包含南韓在內 很多的市場對於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以及有很多的不可預測性 不安的因素存在 如果再加上現在這一波 戒嚴解嚴帶來的波動影響的話 就足以讓部分投資人在短期內 投資蒙受龐大的損失 而南韓的主要財閥包括三星 現代SK還有LG和樂天集團 這些財閥現在這兩天都正展開相關的會議 密切的在注視戒嚴與解嚴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的確我剛剛錢豪提到的是股會式 其實我們台灣民眾也關注到 就是觀光市場 因為去當地玩 其實買張機票就可以過去了 其實相當簡便 不過這一場的戒嚴之亂 在六個小時之內火速的落幕 除了觀光市場之外 大家也觀察在國際之間 其實南韓對外還有包括對內 未來會有哪些的政治動盪 影席業的危機是否已經正要開始 因為現在在業黨已經發動了 某一部分的攻勢 還有人說了 很可能最快就在今天 會對南韓總統尹錫悦提出彈劾 那麼現在在野黨 還有包括尹錫悦自己的政黨 好像也不是很支持他 錢豪請教你 其實在南韓採訪這麼多年 其實南韓現在民心所向 到底走到哪個方向 錢豪 好 其實現在新的戲碼才要開始 因為這場戒嚴被認為是失敗的戒嚴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受人詬病的問題 總統與國會還有與在野黨之間的矛盾 其實是否就能夠構成發動戒嚴的條件呢 這是大家必須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今天我們業界就已經傳出一句話 南韓真正的敵人並不是北韓的金正恩 而是尹錫悦自己 因為突如其來尹總統發佈戒嚴 又解嚴已經讓人錯愕了 而且也引發社會的龐大混亂了 畢竟我們一般會認為說 宣佈戒嚴 通常會宣佈戒嚴的時機應該都是比方說 北韓啊 或者是外國勢力入侵 或者是有緊急的大型的災難 危難事變 無法控制的情況下 為了要維持社會秩序 而不得不下出來的指令 不過呢 隱錫悦總統宣佈戒嚴的理由 卻是因為跟國會槓上 但國會也不是說不能討論 而且我們如果各位月聽眾 有經常在收看我們美洲 韓半島連線時間的人 應該都知道 尹總統上任之後 我們有講過 國會通過了好多法案 包括對第一夫人金見熙 還有之前這個 在水災救災當中 不慎身亡的海軍陸戰隊士兵 有很多的疑雲的案件 這個國會在野黨 希望主導趕快通過這個 獨立的特別檢查 來釐清這些案件疑雲 但是呢 這些都是跟隱錫悦的親人 隱錫悦總統的親人相關 或者是對現任政府 非常不利的案子 那隱總統在國會通過之後 都親自把這一些法案 或者是議決把它給否決掉 因此仲下他與在野黨 在野陣營的惡國 剛才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這個龍山總統室市長 相當於我們台灣的總統府秘書長 還有所有這個總統市的 各個領域的首席秘書官 都已經表明實意了 那麼目前最大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已經要求 隱錫悦總統趕快下台 如果不自行下台的話 就要發動彈劾 我們來聽聽共同民主黨方面的說法 我聽聽到的是共同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都已經被捕困到 但是又被捕困到 嚴重的嚴重 但是又被捕困到 嚴重的嚴重 我們看見了 也能夠 做運動彈劍 都不會被捕困到 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都不會又被捕困到 將會被捕困到 嚴重的 還能夠 蒲朱贤的说法 蒲议员他现在就是负责在串联党内外的 国会议员要发动在第一波弹劾案之内 赶快投下赞成票的领导人 我刚才从民主党还得到了一个消息 最快可能今天就会展开弹劾表决 不过这个消息可能还要必须要再核实 还必须要再观望一下 因为第一关弹劾的门槛是国会三分之二的席次 现在南韩国会有300席 如果三分之二的席次就是200席 现在在野阵营加起来是190席 所以还差10席 那这10席就必须从执政党国民力量这边 拉人来倒戈才能够沉岸 所以在野阵营如何说服执政党国民力量 加入弹劾的行列就非常的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力量党魁 也就是隐习会总统一手拉拔起来 到这个政界 以前看隐习会总统一样是检察官 后来被隐习会总统提拔为法务部长的韩东勋 他在隐习会总统宣布戒严之后 他立刻就出来表达反对 而且直接驳斥 直接主张说 这个隐总统发动戒严是错误的行动 而且表达会和国民站在一起阻挡这个行为 但是现在解严之后 这个韩东勋和国民力量高层 并不是要要求他下台 而是要求他退党 要求尹总统退党 而且展开内阁改组 所以执政党和在野党目前对于如何 因应和解决这个解言后的局势 仍然有些立场的落差 非常谢谢TPBS南韩特约记者 尹钱航的第一手报道 从昨天晚上 台湾时间深夜11点多 一直到现在 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还有包括相关的画面 如何冲击到了震惊局势 还有包括像是我们台湾观光客 到南韩去旅游的信心 也请钱豪持续掌握第一手报道 谢谢钱豪 谢谢 谢谢